這種配合釋迦牟尼佛跟我們的傳達的淨土法門 一個最徹底的信息 你只要專念阿彌陀佛名號 具足信願 這就具備著能感的基 這個基感 基是來自眾生這一方面 那麼感是來自阿彌陀佛那一方面 阿彌陀佛四十八大院早已成就 你只要我們的發願跟阿彌陀佛院能夠互動 紅鐘帶叩 這個鐘已經是在那裡 你只要一叩它就能響 你不叩就不響 所以基感相應就必定能夠往生 那麼這樣的一個淨土的核心思想 它很簡潔 但是卻是很難相信 所以對這個很難相信 祖師大德就不斷地用種種比喻了 這裡又比喻成 如世間牟人 能受牟者 機會相投必成其事 什麼叫牟人呢 這個牟人是指一個小孩子 他失念父母的啼哭的聲音 如果父母在前面走 那小孩子就跟著後面 嬰兒跟著後面 那時候嬰兒階段 他對父母是極強的依戀 父母就是他的上帝 所以小孩子都很聽話 這個害怕父母離開他 離開了他 他就天都塌下來 這個嬰兒在後面 就恐怕這個離開父母太遠 他就跟得很緊 跟得很緊 如果稍微離開他就趕緊哭 一邊哭著 一邊隨著這個父母 是用這個來比喻 阿彌陀佛的光明力 大怨力的結癮 就好像這個父母 墓主 這個信念念佛的眾生 就好像這個嬰兒 但嬰兒只要在後面提供一教 那父母肯定會停下他的腳步 趕緊照料他 因為父母跟子女天性相關 父母一定要關照他的嬰兒的 甚至不是一般的關照 當嬰兒受到生命危險的時候 他會付出 父母會付出生命去救他 嬰兒掉在水裡面 那個父母肯定會跳下去救他 嬰兒得了病 恨不得這個病轉移到自己身上來的 所以這個父母和子女這樣的天性相關 也就代表著我們念佛的眾生 就是阿彌陀佛的子女 我們只要提哭 呼救 阿彌陀佛一定會來幫我們 阿彌陀佛也有力量幫我們 他有大慈大悲 這就決定他一定能幫我們 他有大願大力 也一定決定他能夠幫我們 也一定決定他能夠幫我們 這就必定能成就往生極樂世界的這個事情了 好 請看下面 二者 斗帥天公 是欲界 退位者多 無有水鳥樹林 風聲曰祥 眾聲聞者 悉念佛發菩提心 抜禮現佛滅煳惱 又由女人皆掌逐天愛卓舞欲之心 又天女微妙 逐天單完 不能致免 不如彌陀進度 隨鳥樹林 風聲曰祥 众生闻者 皆生念佛发菩提心 拂灭烦恼 又无女人二称之心 存衣大称 清净凉拌 维持烦恼恶业 必尽不起 睡至无身之味 如此比较 优劣显然 何至宜也 请看这一端 这是对比 斗帅净土与弥陀净土的 优劣差异的第二个原因 就是往生的处属 有优劣的不同 首先来看 斗帅天宫 它是欲界 三界里面分欲界 色界 无色界 欲界里面有六天 斗帅天是六天当中的第四天 四天王天 刀利天 夜魔天 斗帅天 斗帅天是在虚空里面居住的 欲界 欲界就是有男女的欲望 没有离开 竟然是欲界 就是他有见识祸了 一品都没有断 所以到那去 退位者多 你升到欲界的天上 你天府享尽 又要沦落到三个道里面来 那那个环境呢 没有像极乐世界一样的 巴公得水 光明显现的白鸟 风吹树林的灵夺 这种发出的声音 那种声音都是法音 那么这个在极乐世界 众生闻到这个水鸟树林月身 都能生起念佛念法念身之心 都能发起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提心 所以这些见闻觉知的五成的境界 都是阿弥陀佛的悲怨属庄严 能够辅助烦恼 乃至于最终灭除烦恼 这是环境的不同 再就是极乐世界呢 他从依正报来看 不同 斗帅天他既然是玉界 玉界就有男女的欲望 就有男有女 所以斗帅天有天女 这些女人都长得非常额裸多姿 这个能够增长这些足天 贪爱执着五欲的心 这种五欲就是色身相畏醋 在玉界里面 男女的欲望的表达形式有粗糙和细微的差异 玉界里面层次越低的众生 男女的欲望的满足显得更粗糙一点 上面的天人他表现的形态更细腻一点 比如我们这个人道的众生也是玉界 他一定要结婚 这个男女要交结 才能够满足他的欲望 四天望天也要男女交结 到了斗帅天呢 可能就是窝窝手拥抱一下就可以 就能满足欲望 到了上面呢 这个听听声音就能满足欲望 眼睛对视一下就能满足欲望 所以为什么西方有个哲学家 柏拉图谈精神恋爱 不一定要肉体接触 精神恋爱它也可以满足他的欲望 所以越到上面 这欲望的满足就越有精神化的趋势 虽然如此 他还是离不开爱欲之心 到了色界天才会离开爱欲的这种欲望 加上这个欲界的天女长得非常的漂亮 那么就更能引发这些逐天这个爱欲的心 并且一个天天人他不是一个天女 而且有很多天女跟他这个游戏玩耍 有些天人特别道地天王他还能够分身 或者他五百个天女一千个天女 每个天女感觉到道地天王 或者陡帅天人跟他单独在一起 快乐的都没有闲暇 所以天人为什么在这五欲的享受当中 他很难修行道业 就好像世间人富贵学道那一样 所以天人天父享尽 灵命中时五衰向前现前的话 他无数节也的恶业的种子现前 所以下三恶道的人占多数 那么阿弥陀佛的净土呢 他有个特点 没有女人 没有对五欲的那种贪恋执着 那么见闻觉知的五成 尤其是深成都能引发 往生者念佛念法念生之心 能够浮灭烦恼 好 这个对于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女人一说呢 我们常常听到有些信心不足 或者其他的社会人士谈 一提到极乐世界其他的都很好 他就觉得有一点不好 哪个不好呢 没有女人 没有女人生活 还有什么味道呢 他认为人生的快乐 跟女人有很大的关系 极乐世界没有女人 那太没有意思了 太枯燥乏味了 而殊不知极乐世界的殊胜 就在也没有女人 有女人就会引发欲望 有欲望就会造恶业 所以有女人的地方都有地狱 那西方极乐世界不仅没有女人 而且没有二层的身为原觉的这样的定性的心性 虽然他方世界的身为原觉也都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但是这些身为原觉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大乘菩萨的法界都会转变他的种性 不再是定性身文之心了 那西方极乐世界呢 全体都是大乘亲近的菩萨 而且大部分都是一身补处的菩萨 他就是我们这些往生者的良由 善知识 由于没有女人而跟这些大善知识在一起 那么虽然我们还有阿赖耶诗里面的烦恼的种子 恶业也存在 但是在西方极乐世界绝对不会起现行 但又在弥陀的愿力光明加持之下 不断的修行清净的道业 浮灭烦恼枯萎我们恶业的种子 创新我们善业和敬业的种子 这个浮灭烦恼直到正的无声法忍之位 那这样相比较 这个斗帅净土跟阿弥陀佛的净土的优劣的差异 就显而易见了 所以对求生极乐净土就不需要加以怀疑 好请看下面文句 如释迦佛在世之时 大有众生见佛不得胜果者 如恒沙 弥勒出世一耳 大有不得胜果者 未如弥陀进度 诞生彼国已 惜得无声法忍 未有一人退落三界 为生死耶父也 又闻西国传云 有三菩萨 一民无拙 二民四亲 三民狮子绝 此三人 妾智同身斗帅 愿见弥勒 若先王者 得见弥勒 世来相报 狮子绝前王 一去鼠年不来 后世亲无常 临终之时 无拙与云 如见弥勒 即来相报 世亲去疑 三年始来 无拙问曰 何亦如许多时 使来 世亲报云 至比天中 听弥勒菩萨 一作说法 玄绕即来相报 为彼天日常 故此处已今三年 又问 狮子绝今在何处 世亲报云 狮子绝为受天乐 五欲之余 在外眷树 从去以来 总不见弥勒 诸晓菩萨身比 上卓五欲 何况凡夫 为此愿生西方 定得不退 不求生斗帅也 对于极乐净土的 得不对转 都能臣服这一点 跟娑婆世界一代 实教相比 尤其显出他的圣庙 这里把释迦牟尼佛 作为比较了 释迦牟尼佛是在我们 娑婆世界五卓 阿弥陀世会图 视线八项成道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阿弥陀经为什么有十方诸佛 赞叹释迦牟尼佛两难 在这个五周二世成佛之难 在这五周二世说 一切世间极难性之法的 在净土法门为难 十方诸佛都把这个作为两难 而释迦牟尼佛偏为勇猛 竟然都做到了 所以十方诸佛赞叹 好 那释迦牟尼佛 在人寿百世的时候 四线八项成道 这时候众生的涅障很重 烦恼很重 一切有福德的众生 都离开这个世间 一切恶业的众生 都聚集在这个世间 是这么一个现状 好 所以由于涅障身重固 有很多众生 这个见佛不得圣果 不得圣果的人圣度 就是释迦牟尼佛 视线在一个地方 有很多众生都不知道 比如释迦牟尼佛 在摄位城的时候 摄位城有九亿家 九亿家是只有三亿家见佛 见到佛了 有三亿家是听到有佛 但没有见到佛 还有三亿家 就不仅没有听到 就是没有听到有佛 你更没有见到有佛 好像佛对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就住在一个城里 就出现这个情况 好 那就是在少部分 见佛的众生当中 虽能闻佛说法 但得不到圣果 要么他的烦恼中 没有信心 要么他的涅障中 虽然有信心修道 但是超越不过去 所以不能得到当生了生托使 断烦恼的圣果 更有圣者 不仅得不到圣果 还堕落 在佛的座下 生诽谤之心 还要害佛 向提布达多 他都深深堕到地狱 居家敌 比丘也堕到地狱 诽谤 是立佛大墓接连尊者 佛三次告诉他 你不要诽谤 是立佛大墓接连 他们没有你所诽谤的那个事 但居家敌就是不听佛的话 我亲眼看到 也堕到地狱 善心比丘得四禅 他就以为得涅槃了 结果四禅 天想尽要堕落的时候 要下的时候 他觉得佛说 佛说的涅槃 没有这回事 绑佛绑法 也堕到三个道里面去 所以像这样的 不得解脱 不得圣果 如恒河山 乃至还有堕到三个道里面去 好 属家模拟佛出世 都有这个情况 弥勒佛 以后出世的时候 也是一样 有很多众生见到弥勒佛 也不能得解脱 在《无量寿经》里面 这个后半句话 都是以弥勒菩萨作为当机 在讲述着书婆世界的这种着恶之后 佛有一段对弥勒菩萨的开示 这段开示告诉我们走圣道门 极为之难 释迦牟尼佛告米勒 米勒当之 你应当知道 你从无数节以来 修菩萨的大恨 希望普度众生 这样的时间 也甚远 久远 然而你和十方逐天人民 一切势众 就比丘比丘 你又破晒又破晒又破仪 在《无量节》以来 辗转在三界六道 忧愁 畏惧 经受种种的苦报 这样所经过的苦 难以用语言表述 乃至于今世 你和这些逐天人民 还是生死轮回 没有终止啊 幸好叙事的善根发怒 还能跟佛 欲佛出世 身在佛世来听受金法 尤其听到了大声援顿的当生 吊身托使之法 阿弥陀佛名号功德 西方极乐世界 无尽的庄言 是由于你们在这个法会上 听到了净土法门 人才快哉 胜善 无助而喜 在《无量节》轮回的过程当中 虽然你也想帮助众生出力 但是没有办法 今世都没有解决问题 只是在这个无量寿法会上 你才真正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我释迦牟尼佛都为你感到欣喜 所以修行净土法门 就是你用这一世进行受 来精进勤苦的念佛 但跟无量节以来的辗转武道的 这个情形相比 也只是虚一间而已 很短的时间 你用很短的时间修行 你能升到阿弥陀佛的净土去 在那里快乐无有极 寿命无量 这个快乐是涅槃的常诺无尽 无有极限 说完这种开示之后 弥勒菩萨都非常感动 常规合掌 接受释迦牟尼佛这个阴重的教诲 要专精修学净土法门 要如佛的教赐来修行 不敢有丝毫的怀疑 也只有在这个会上心得开明 我的心才开悟了 所以后半部弥勒菩萨 是接受着释迦牟尼佛对无量寿经 净土法门的嘱唾的 那从这个经典来看 弥勒菩在龙花商会 也一定会宣说净土以法的 所以弥勒菩萨出世 如果不宣说净土往生依法 那不得圣果的人 也是如恒河沙那样的数量 所以弥勒菩萨在无量寿法会上 心得开明 知道用圣道门去度众生 还是远远不够的 还要大唱诸佛度世出身之本怀的净土法门 才能度脱九法界众生 所以只要劝勉众生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只要往生到那个刹土 自然而然的就能得到 不退转位 正道无声乏人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 在退转堕落到三界里面 再也不会被生死轮回的涅障 所欺负 你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阿弥陀佛净土 只要往生都能得到圣果 都能一生成佛 而在他方世界 你见到佛就不一定能成佛 他有这么一个巨大的差异 所以为什么阿弥陀佛成为佛中之王 光中极尊 超胜一些祖佛 就是你只要见阿弥陀佛 成佛就保险了 就是决定了 好 这里又举出一个公案 表明往生进度得不退转的 跟生到敏的内院 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这个西国传 这个出处是来自于 玄章大师写的大唐西语记 大唐西语记就记载 在这个有三菩萨 大概是佛灭度之后 七百年左右的这个事情 有三兄弟 一个叫吴卓 一个是世青 一个是狮子诀 这三兄弟都出家了 那时候印度呢 古印有大称佛法的誓愿 有小称佛法的誓愿 那么吴卓作为长兄 他是大称菩萨的总姓 他是在大称的誓愿出家的 世青是在小称的誓愿 一切有步 狮子诀也是修小称法 相传这个吴卓菩萨 常常入日光定 能够到陡帅天 去听米勒菩萨讲法相为师 于其师弟论 就是他听米勒菩萨讲书的记录 世青菩萨 早年他是在小称佛法出家 精通藏教的经历论 造论五百步 这个人很聪明 对小称佛法精通之后 他就生起了一个邪见 认为大称非佛书 那么吴卓菩萨看到他的 这个很聪贵的弟弟 诽谤大称佛法 就很痛心也很悲悯 照这个口译 那后果不堪设想 怎么教化他的弟弟 让他回心转意 所以就设得一个方便 就让人传一个语 说自己要病危了 要过世了 要请弟弟过来送一程 那世青就赶紧过去 过去之后 一看他的长兄身体还不错 没有生病 就很奇怪 你不是生了重病要我来吗 他说我是生了重病 我的病是为你而起 你为我生病是什么原因呢 说你诽谤大称 过失无量 于是就跟他讲大称的佛法 跟他读华言经 这个事情一听 觉得大称佛法真是了不起 就能领悟到 没有大称就没有小称 小称是从大称流行出来的 所以他就感觉到自己 原来诽谤大称的罪过很大 所以他就准备忏悔自己的 灭障 要把自己的舌头割下来 无诸佛萨就说 你就是纵然割一千条舌头 也忏悔不到你诽谤大称的罪孽 说你不要这样做 原来你诽谤大称 你消灭障最好的方法 你转而赞叹大称 好 世青菩萨听了无诸菩萨的这种劝告 就发愿以后赞叹大称 以后无诸菩萨源集之后 这是另外一个记载的 那世青菩萨就做过500部 赞叹大称的论 往生论就是其中一部 那这三个人呢 有共同的志向 愿意升到斗帅 那这里大家可能又有个疑惑了 世青菩萨在写往生论的时候 曾经有个发愿 一心归命 无爱光如来 愿生极乐国 好像他发了愿往生极乐净土 怎么又同生斗帅呢 那么这里一定学佛法要圆龙一点 为什么天台要把佛的一代使教分为藏通别源 在藏教的更新的眼里 他看到的佛 听到的佛法是不一样的 跟原教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藏教里面感觉到这三个人都求生斗帅内愿 藏教只承认有当来下身佛 不承认十方有无量无边的诸佛的 那么愿生斗帅并且说哪个先去世 首先见到米勒菩萨 先来报个信 要发誓来报个信 这里面就谈到了一个 我们心性当中的信仰问题 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 在大多数人的心目当中 好像是唯一的一个文明的生命体 有文化 有人居住 那对于地球之外 有不有一个岔土 甚至比这个地球还要圣妙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都是心存怀疑的 你看现在从二战以来谈到了非碟现象 地外文明 虽然我们也会看到这些读物 这些杂志 这些公案 虽然这些地外文明 这非碟的这些报告 有很多是虚假的 但是你在几十万个目击报告里面 只要有一例是真实的 它也传达一个惊心动魄的信息 那种非碟的那种高科技 能够制造成非碟的这个人 能够到我们这个世间 能够了解各种信息 搜索跟种种情报 而且能够把这个地球 吸到它这个飞碟里面 来做种种的解剖 那不是一般的文明 我们的从72年发射太空探测器 最多只能向外太空传播一点地球的信息而已 但是你想把这个太空探测器再收回来 我们是没有这种能力的 好 所以对这个外太空是不是有一个世间存在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建立在信仰的层面 但我们是需要一个实证 希望你去了亲眼看到 再回来报个信 说你我去了 我亲自看到了弥勒菩萨 亲自到了弥勒内院 这个地球人才会死心塌地的相信 就好像那个缺公泽 他往生的时候 他的同参大学说 你到极多世界去好啊 我们就送你走 但是不是你真的去了 你能不能跟我们报个信呢 等到有一天 他往生之后 道友为他追见他的忌日的时候 正在诵经 缺公车真的过来了 身上光明灿烂 大家看到虚空光明 听到声音 我就是缺公泽 我已经到了极乐世界了 给大家报信了 大家听了才会感到 是那么回事了 所以这里他们三兄弟也有一个四年 来相报 来报个信 那这个狮子爵呢 就第一个去世了 这去世呢 这两个长兄就眼巴巴的希望他来报信了 但一去呢 几年没有消息 泥牛路海无消息 过了几年之后 这个世亲菩萨无常就死亡了 临终的时候 这个长兄吴卓就特别交代他 这下你去了见到弥勒菩萨 你一见到马上来报个信 不要像狮子爵一样的 去了都看不到人影了 好 这个世亲就原籍 去世之后 过了三年才回来 那吴卓卓就问 你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才来啊 我不是叫你马上就来吗 他这个世亲就说 我到了斗帅天 我是马上来啊 我就是听了弥勒菩萨一做说法 听了一做说法 这个绕了三圈 顶个离就赶紧来了 只是斗帅天的时间长 这个时间是不一样的 我们这个世今的时间 跟御界天的时间 有一个比例关系 四天王的一昼夜 相当于人间的一百年 五十年 刀利天的一昼夜 相当于人间的一百年 夜魔天的一昼夜 相当于人间的 这个 应该是二百年 二百年 那这个斗帅天 刀利天 夜魔天 到斗帅天第四天 相当于人间的八百年 所以他的斗帅天的时间长 所以我就是听了一做说法 马上回来 这里已经有三年了 那五卓菩萨又问 狮子觉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世今菩萨就说 狮子觉到了斗帅外怨 就被那个天女所缠住了 享受天乐了 这个色身香味醋啊 在那里这个缠补作 在那里有很多眷树 他还没有见到弥勒了 因为斗帅天分外怨和内怨 那在外怨就有很多天女 很快乐 狮子觉就在外怨就给中止了 就进不去了 你可见 这些小菩萨生到斗帅天 尚且要贪恋执着五欲 更何况我们这些凡夫啊 远远不如狮子觉菩萨的 这个水平的人 那一看那个美妙的天女啊 那眼睛都发亮了 走都走不动啊 那天女一跟你拥抱呢 那全身都舒麻呀 那怎么能到内怨去呢 去不了啊 所以由于极乐世界没有女人 没有让我们贪恋执着的那种五欲 极乐世界整个展开的是 清净的法性的东西 虽然那里有七宝 也有微妙的五成 但是它是阿弥陀佛的清净愿心里面流现出来的 享受种种的五成 不会让我们升起因恋贪恋执着之心 而是升起清净之心 所以到了极乐世界就绝对不会退转 由这个因缘故就不要执着求生 抖晒类愿 不要以为抖晒类愿离我们近 西方极乐世界离我们远 好像尝试告诉我们 近的地方容易往生 远的地方很不容易去 但恰好相反 距离十万亿佛萨之遥远的极乐世界容易去 而在我们欲界的第四重天的抖晒类愿 恰好难得去 从教主来看 阿弥陀佛是佛中之王 弥勒菩萨还是在等觉菩萨的位置 身份不同 功德不同 愿离更不同 阿弥陀佛大悲愿离 就是专门发愿 救度我们这些烦恼巨足的众生 往生的门槛基本上无条件 只要信愿称明 即可往生 没有要求你非得要修足功德 非得要修三位 诺镇定种种供养 读诵种种经典 没有做这种要求 当然禁度法门也 你随分随力也应该要做这些功德 但是它不是往生条件 而是增上往生品位的质量 你能做种种功德 你往生品位会高 但就往生这一点 你只要信愿 称明感动佛力 无论有不有功德 无论有不有修行 无论灭障的身重 乃至于五尼十恶的众生 你都能蒙佛愿力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只要一去决定 就是阿批八字 为不退 行不退 念不退 尤其在念不退当中 顿然超越通途的四十一个阶位 快速的成就佛国 比求生斗塞内院 殊胜何止百千万亿必备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一点 好 南无阿弥陀佛 下面还有十几分钟 有问题 我们来回答 应光大师的十念法 即使从一念到十 再从一念到十直念下去 又大师至菩萨教导的念法 即从心里想得清清楚楚 口里念得清清楚楚 耳导听得清清楚楚 这要念下去 我们究竟怎么念 一般来说念佛就是念清楚听清楚 能念的心和所念的声音 产生相依的关系 能够射心就可以 那应主提出的十念技术法 是他在念佛的实践当中 针对有时候念佛心很散乱 妄想纷飞 虽然口里念着佛号 心里还在想其他的东西 所以怎么做到射心 他就用这么一个方法 你口里念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心里就记一个数字 一念南无阿弥陀佛摸记二 南无阿弥陀佛三 一到念到十 再倒过来从一到十 这样你去体会一下 当心很散乱 很妄念很多的时候 你用这个实验技术法 心就能舍过来 就是你给你的心源一马的望心 给他派个任务 技术 不让他跑 如果你念得清楚 技术清楚 那就是心就在当下 叫念之在之 如果你的心又跑了的话 一般数字你就一定记不清楚 数字记不清楚的话 当下你就察觉你的心跑了 再把它设回来 再从一数到十 从一数到十 十念技术法 那大师之菩萨告诉我们的 他是先以生灭心 以众生心意福念福 众生心都是生灭的 都是散乱的 都是染灼的 但你就从众生心来细缘万德鸿鸣 义佛 义佛就是你心里 一想 回忆阿弥陀佛的功德 名号功德 进度极乐世界庄严 他的本愿的慈悲 那念佛就是 你这个没什么用心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专心来念这句南无阿弥陀 其目的 就是要都舍六根纪念相继 把六根都设在这句佛号当中 这句佛号不打湿不间断 因为这句佛号是清净的念 就纪念相继 通过都舍六根纪念相继的方法 最后能得到 以念佛心如无生人 这时候你全心集佛 全佛集心了 心佛打成一片 心佛的界限消民 开始有一个能念的心和所念的佛号 念到功夫得利呢 能念所念打成一片 就窃度到我们不生不灭的法性离体 这就如无生法人了 正得自信的 缘通常 这就是念佛三昧的 现前见佛了 众生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是表达念佛有两种情况 功夫得念佛上面现前见佛 但对大部分众生来说 一佛念佛但还是有能念所念 甚至还有散乱的心 但他就属于 当来见佛的范围了 就是灵命中时 见阿弥陀佛 乃至于到极乐世界 花开见阿弥陀佛 大师之菩萨的都市六根的方法 以及印光大师给我们开设的 实验技术法 都是我们念佛过程当中 要善巧方便使用的一些方法 方法必须要多种 就好像我们打仗上战场 你不能只有一个武器 应该有多种武器 远的就用步枪 近的就用冲锋枪 再近的就用手枪 再近的落伯这里都有匕首 根据什么情况 相应的用什么武器 来杀敌自身 也就是根据我们心理的状况 烦恼的程度 我们选择相应对峙的方法 弟子以听你讲经说法已久 并以皈依现有两问 皈依之后与朋友一起开餐厅 自己知道这不对 后又再三要求退出 股东都不同意 家人也说不行 弟子不知道该怎样处理 如法是否可以多念地藏经 忏悔 这算夹杂吗 弟子参加本地方放生 同修常常都是先预定后 买来放 请问这样做对吗 还有弟子有时到餐厅吃饭时 都不想吃活杀的动物 可是朋友热忱往碗里蹭 是吃掉就杀身 是不吃又得罪朋友 请师父慈悲开示 看来你这个学佛学得还挺困难 进退两难 这个 确实学佛要有正性正见 也得要有大丈夫气概 无量节以来 我们就是因寻着这些世间的人情 我们在这里不断的轮回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今生 什么是最重大的问题 关于开餐厅 如果你开那些婚时的 确实杀业是很重的 那这个因果是丝毫不爽的 那怎么办呢 这就看你的力量 深陷因果有道理 深陷因果要付出行动 就得要有力量 前些年我到温州去 也是有一个居士 他就也是跟你的情况一样 他想退出股东 股东不同意 家里也说不行 最后股东不让退 不让退出 他就说我那个股我就不要了 家里不同意 你说家庭卷属 都是往我们向三高道里面推的人 还能够去做这个事吗 所以还是尽量知道因果的严峻性 还是该断得断 你不可能你造了很多的沙耶 念念地藏经就能消掉 念地藏经有念地藏经的功德 但你的沙耶还是要自因自果 除非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给你报干 你只要在轮回里面 这个沙耶肯定要自己承受的 放生要有智慧 刚刚讲 你不要预定好 预定好 如果预定时间地点 那些事先知道你今天要放生的人 赶紧去抓很多海洛空的众生 等着你来买了 并且还标高价 又知道你在哪个地方放生 他又等着你一走 就把他打捞上来 等着你第二次再买了 那不是折腾吗 所以还是不要定时 不要定地点 随份随地 比较有智慧的去做 比较好 到餐厅吃饭的时候 你活生生的看的这些鱼呀 虾呀 鸡呀 什么活杀 那只要有车影之心的人 吃不忍去吃的 那就鲁家的也讲 君子远包厨 远包厨就是不要轻眼 看到杀 你可以吃三进入 这个善巧方便是可以的 但你亲眼看到杀的话 你就是朋友再热忱 你也不能去吃 如果朋友请客 这个杀 杀这条鱼 杀这条鱼 就是为了请你 为了请你的客来杀 那你的杀也肯定是不能逃脱的 在五种禁句当中 其中就是不为自己杀 所以你得要跟朋友讲述这个阴谷的道理 万一他还是不能 也得罪不到什么地方去 你说这块肉我吃不下去 吃了会拉肚子 吃了会生病 那你总你朋友在热情总不能跟朋友过一步 让朋友往火坑里面推呀 所以这个你该要讲原则的 一定要讲原则 这样对你自己好处 对你的朋友更有好处 好 南无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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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